大新聞大爆掛 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 開啟小鈴鐺 轉發補課 每件都要支持 大新聞大爆掛 那我要先來說 其實按照這個規定採檢 可以倒甫採檢的部分 只有兩種情況 一種就是你卧床 另外一種就是行動不便 所以我不知道 Coco姐是屬於哪種 我先請教這個鄭老師 大家質疑說是不是有特權 這個應該不過分吧 因為我知道就是一般如果要 採檢PCR的話 以致居家隔離期間 一定要透過衛生所的人員 幫你訂防疫計程車 你要搭防疫計程車到現場才可以 否則的話因為 Zoey Paul的說法 他說他拿出多次快篩陰性證明申訴 特別是衛生局和機關書討論之後 依法處理要重驗他的PCR 原本衛生局安排他坐防疫計程車 去醫院採檢 但因為防疫計程車人手不夠 他本人又不能夠自駕出門 赴醫院後來協調結果 經過衛生局同意 請萬方醫院嘉醫科主任 來他家倒甫採檢 我要請教這個鄭老師 一般民眾會有這樣的待遇嗎 除了我剛剛講的兩種狀況 臥床和行動不便 你們講周玉寇一定要特別尊重小心 他怎麼會有特權 他這個人這麼清高 正確 高貴 怎麼會犯錯呢 他如果有特權他也是被特權 是別人把特權塞到他前面的 他絕對不會去幹這種事情的 我們一般老百姓這樣那樣 什麼臥病在床 可是周玉寇是何等人呢 所以大家知道他周一寇不得了 當然要特別服務 可是這個特別服務不是他耍特權 是把特權送到他門口 他今天有錢有權有名 都是別人害他的 都是別人搞他的 他自己一點都不想要 所以你們不要冤枉他 他可是很清高很清白的 可是一般老百姓就覺得說 那奇怪了 那這個萬方醫院嘉醫科 主任怎麼會跑到那裡去了 現在變成一個羅生門 那個主任 醫院說他個人行為 可是主任說 我是有經過被通知的 也跟衛生局確認 衛生局說叫我去的 那有人問柯P說 你們衛生局怎麼給周一寇特權 柯文哲問跟我們無關 那個是這個疾管署的 那現在推來推去 看起來是疾管署有下命令 那其他人又問了 誰告知疾管署的 誰叫疾管署去通知衛生局 衛生局告訴萬方 萬方找這個嘉醫科主任 林主任去到周一寇家裡 這一部分完全跟周一寇無關 都是有人搞特權 所以就很神秘 如果是從疾管署開始 到他家去特別服務 為他個人 而且加一科主任 還全副武裝 還直接對他一對一做PCR 那這個很奇怪 難道是民進黨這麼沒格 一聽到周一寇就嚇壞了 那麼局管署就趕快做這個動作 所以我是這地方 還充滿了羅生門 是應該弄清楚 不過我們優先 不應該懷疑周一寇 他太清高了 他太正確了 如果有問題 一定是別人有問題 絕對不是周一寇有問題 有特權一定是別人搞他特權 讓他特權 周一寇沒有享受任何特權 不過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 除了他到底有沒有特別服務 特別待遇享受特權之外 他現在是修理起新北市的聯誼 這也是個大謎團 他到底有沒有確診 他現在也是一口咬定 說他本來從頭到尾就沒有確診 那他那個確診被通知 是新北醫本身有問題 技術太差 那個簡體可能受了污染 害他以為他被確診 他說他自己前面做了幾次 後面做了幾次 總共十次 怎麼做都是陰性的 可是被通知就是陽性 但是這一點我告訴你 周一寇你到底是 要轉移焦點還怎麼樣 現在這個新北市變成是 被他炮轟的對象 現在兵北市變成是個加害者 可是有人就問了莊仁祥 莊仁祥說並不是不可能 這有時候陰陰陽陽 或者他自己的退得很快 可是重點是 真相還沒有出來之前 周一寇很快就劍持新北醫 你看又是別人害他了 都是別人害他 忽然間覺得冤枉 然後搞出這麼一大攤 有沒有陽性沒有陽性 然後最後才勞駕 萬方醫院的主任醫師 就加一科主任去坐著 一切都是別人害的 但我告訴你 一團實在是太多了 如果現在是源頭從疾管署 那疾管署怎麼會知道呢 怎麼會跑到周一寇家裡去呢 那到底有沒有 這個一定要弄清楚 第二個 周一寇不要太快 如果你不願意被人家冤枉 人家說你想透特權 你乾乾叫 還媽要哭要死的 那你今天對新北市 聯誼的那個檢驗 你也不應該太快下節目 說都是他害 我從頭到尾都是沒有確診 你憑什麼這麼確定 所以我是說啊 真的是冤冤相報 我本來是很不喜歡談他啦 談到他我就滿難受了 我是覺得說萬一有一些 你要不小心吃了什麼髒東西 那些很想吐吐不出來 我建議你看看周一寇節目 保證效果很好 非常好 真是噁心 不過說到這個特權謎團 我們有沒有冤枉周一寇 因為來看到 今天指揮中心和台北市府 互踢皮球都不認 那莊仁祥的說法是 有醫院去他家裁檢 與我們無關 這一次應該是有特別安排 還經過衛生局同意 那可能是周小姐拜託 某醫院醫療人員去幫忙採檢 衛生局與疾管署討論了內容 為這個案例應該要再驗一次 但是重點來了 安排就是他們自己的安排 所以委員怎麼看 這事情現在羅生門啊 那如果周一寇不符合 臥床和行動不便 這兩個條件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算特權啊 我想我今天在那個立院諮詢 陳忠燕次長他是副指揮官 那我也特地去針對說 什麼樣的人可以申請 這個在家裡面有人來做檢驗 確實是像千惠講的 那特別是像一般我們知道說 他現在的居家照護裡面 最難的就是這個 弱勢獨居生障者 他現在包括他可能以前 都要有居服員去家裡的 那如果我是親政員 或者是我在家居隔 這些人能來嗎 光這個到今天他們都講說 以前怎麼做 現在就怎麼做 那請問以前有親政在家嗎 沒有嗎 所以整個準備上面 包括這個晉升接觸的服務體系 怎麼送到在家者 都已經還沒有一定的SOP 那請教為什麼周玉寇女士 寇寇姐 她可以很快速的有人 專人去他家裡做PCR 這是第一個要釐清 到底一有沒有 剛剛鄭老師說貝特權 那我還想倒過來說 有沒有被施壓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全國已經沸沸揚揚的在質疑 PCR到底準不準 快篩準不準 他做了10次 一劑如果300塊 就是3000塊 一般人怎麼會兩天三天 把自己一直做 一直戳 不可能你的成本 你就家裡沒那麼多快篩計嘛 所以這個當然引起大家國家 這好像也是變成這個 叫做快篩之亂 就是說到底要篩幾次 然後要證明幾次給你 這個聯醫 給你北市府 給你疾管署 你們才願意知道說 我我寇寇姐塞了10次呢 都是因 所以誰是比較正確的 是我塞的 好像是有這麼一個 這個最後的標準值被顛覆 被改變了的一個印記嘛 所以也許指揮中心 或衛生局想說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 專家去驗完後的正確答案 給你也給國人講 可能會不會基於這樣子 他就真的去把他做了 最後的檢驗 所以這是第一個到今天為止 這幾天沸沸揚揚的 都還在講 這個接觸者 親密接觸者 要不要匡列 要不要隔離 還在處理3加4 這件事情的時候 光可可姐這個已經 她說是大概第四天 還第五天的狀況 就已經變化那麼多 所以顯然這是一個沒有準備好 就倉促去把一個 輕症隔離作為一個新政策 然後無法再次檢驗的時候 可不可以有醫療單位的人去 但我相信這不會是長久 也不會是這個普遍性 因為醫療資源跟醫生出動 太過於資源上面的耗損是太大的 所以一定是申請 或透過一定標準上認定應該 所以他這個個案 也許被視為是關鍵個案 就是說釐清它 免得大家對於快篩 對於PCI的檢測 甚至對於新北市 當時的醫院的檢測 都產生疑慮 這是第一個 我想我今天在質詢上 也要求陳仲彥說 那你起碼把這整個 配置上面的規格做到位 那不是因個案 然後去服務他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現在就是說 如果我們從這個個案來看 指揮中心現在的整體做法裡面 快篩試劑上次我們講了 到月底大概還沒有辦法自己量產 然後要等兩個公司 亞培或其他的送進快篩劑 所以要大概千萬劑的準備 那國人現在今天為止 數字我還沒有看到 但基本上破5千可能已經就是 今天的記者會延後到4點半以後 為什麼延後呢 說要跟各地方縣市討論 所以我們在想說 是不是這個數字 已經超過太多了 因為昨天已經5千多了 所以我是說 如果一個快篩試劑 是整個量產上不到位 那一個個案可以自己 加上前前後後篩了10次 所以顯然如果照 比照這個規格來講 要用三天加這個篩完之後 可以四天自主的管理的話 顯然篩劑就是一個現在的關鍵 那我們也不去特別講說這個 快篩的廠商我們國內的國家隊 敢不敢得上 但最起碼光這一次在調整天數上 以及快篩試劑的應變布局上面 就顯見指揮中心到現在已經 幾乎沒有辦法再做總控的 那地方政府要不要協商 當然要啊 剛剛講的新北台北 在處理這個叫做關懷中心 那桃園有沒有關懷中心 彰化有沒有苗栗有沒有 其實每個縣市都因為這個 原來的量能 原來的服務體系 公衛跟醫療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不溝通到最後是 你在這邊開記者會 底下根本做不起來 那國人就是心慌慌了 水神物化器 好就是這一台 他24小時在我們這個 環境的攝影棚裡頭 基本上是隨時的在做 空氣當中的傾銷 我們現在水神物化器 也有像這樣 迷你的這麼小台水神物化器 請大家上快點GO下單的時候 輸入我的代碼CTI588 會有折扣優惠